我国去年的离婚案例中 35岁到49岁的人占了总数的月一半 那么受访的家庭服务中心发现 这个年龄层的人可能因为过于注重事业和孩子 反而是忽略维系夫妻之间的关系 没错 其中有四成的求助个案 是因为第三者介入才出现了问题 来看记者 庄庆年的报道 去年的7100多起离婚案例当中 有三成的婚姻只维持了5到9年 主要原因包括不合理行为 以及分居超过三年 离婚人士的中位数年龄约40岁左右 资深辅导员发现 这个年龄层的夫妻除了缺乏沟通 关系也容易受到第三者的介入 可能婚姻的生活很平淡 工作上也可能大家很多时候都拼命在工作 另一方面可能家中有孩子 做太太的可能把全时间 或者家庭的成员都把时间放在孩子身上 夫妻之间就更缺乏沟通 而另外一方在外面的吸引力之下 很容易的掉落前往 我国的离婚案例过去7年 维持在每年7000多起 家庭教育委员会认为 要有效降低个案 有必要鼓励更多的准夫妻 参加婚前辅导课程 由于导师立场中立 未来碰到婚姻问题时 可以寻求他们的援助 家人有时候他即使没有偏心 对方都是觉得他会偏心的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可能朋友 或者一些长者是跟你没有亲戚关系 是最好的 这样这些导师希望在这个课程中 跟你建立的一个默契 这是你可以考虑的一个寻求意见的一个人 委员会也指出 家庭服务中心也应该改变 婚前辅导课程的模式 来鼓励更多情侣参与课程 那我眼里从某厕场 这个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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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 我们就看完权就会 那么就看完权 我们就看完权 然后我们就看完权 我们就看完权 我们就看完权 我们就看完权